Bongiorno, oggi studiamo ancora gli articoli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冠词 上讲当中呢,我们学习了不定冠词和部分冠词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定冠词 i articoli determinativi定冠词 那么意大利语当中有什么样的定冠词呢 我们来看一下 i lo la i li le 再加上一个l apostrofo 好,我们先来看i lo和i i lo li bro 那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l开头 ok,li bro阳性的单数 我们回忆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跟大家把辅音分成了两大类 我们叫特殊辅音和普通辅音 那么l当然属于普通辅音这一类 所以我们说i lo它是用在 普通辅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普通辅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我们要使用i lo这个定管词 i lo li bro i lo ragazzo 那么i是i lo的附属形式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i li bri i ragazzi 换句话说i我们是用在普通辅音开头的阳性负数名词前 ok,我们再来看lo和li 那么看过了普通辅音 当然我们就轮到特殊辅音了 那么lo studente li studente ok,那么我们再来看 和le la borsa la borsa la borsa 我们看b是辅音 ok,那么la是用在辅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那么它的复数是la borsa 也就是说la我们是用在辅音开头的阳性负数名词前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la finestra finestra指的是窗户 负数当然变成了la finestra ok,我们再来看l apostrofo 那么l apostrofo我们要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我们看它用在sostandivo masculine的前面 大家还记不记着这个缩写是什么意思 sostandivo masculine指的是阳性名词 那么l apostrofo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比如说ano这个词 ok,那么a这个原音开头阳性单数 所以我们要用l apostrofo来做它的定管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l apostrofo它的复数是li 所以lano它的复数是li ani 也就是说li还可以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负数名词前 li还可以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负数名词前 那么我们看sostandivo feminine是指阳性名词 那么l使用在阳性名词前的时候 那么要求这个阳性的名词一定要是原音开头 ok,也就是说l apostrofo还可以使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名词前 l infermera 那么它在阳性名词前面使用的时候 它的复数就变成了 l那么l infermera的复数就是l infermera 那么l还可以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负数名词前 ok,那么我们再通过最后的这一个表格来给大家把定贯词我们再梳理一遍 好的,i了是用在普通辅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那么它的复数是i ok,那么我们来看lo它是用在特殊辅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那么它的复数是i ok,l apostrofo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这个时候它的复数也是i 而la是用在辅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它的复数是le l apostrofo是用在原音开头的阳性单数名词前 它的复数也是le ok,那么通过这个表格 我们大家把定贯词的用法再次巩固一遍 好的,那么贯词我们就讲到这里 Gracie per l'attenzione 谢谢大家,再见